都说壁骨复食很重要 那壁骨复食到底该怎么吃 对于一些通过壁骨减肥的朋友来说 壁骨结束以后 复食是可以从米汤开始的 然后逐步过渡到稀饭水果 再到正常的饮食 你就相当于壁骨结束以后 你又半壁骨了几天 这样有利于减少体重 普通人也就是像我这样比较瘦的 就完全没有必要从米汤稀饭开始了 一般复食是建议在晚上开始 主要是因为晚上人们的食欲好 复食前先准备好要吃的饭菜 规定一个量 以正常的一餐为度 避免暴硬暴食 我们不关注吃什么 而关注的是怎么吃 更准确的说 我们关注是吃的时候怎么想 吃什么都可以 蔬菜水果米饭肉内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都可以 但是怎么吃很重要 壁骨结束以后呢 人是很容易找到那种 对食物的忠实态度 一切平时觉得稀松平常的食物 这个时候就会显得民族征